我 他说呢感到很累 然后今天玩目标呢别被打爆 小伙子真的是很很帅 上来啊先让李天荣来对他 打挡菜 这是鲍威尔民族品 没错 这个防守一定在先例 贝勒尔突进来之后 还找王哲林 好球 漂亮 大学反应了 没错 没错 这支球队才能够拿到更多的胜利 哎呦 这个后面漏了 拨出来之后呢 篮板球是青岛队拿到 鲍威尔打转换 自己直接上 太忙了 杨汉森中间来做轴 这个球被断了 看看贝勒尔 选择自己上 这个球内的一个配合 选择往外分 这球呢 王哲林觉得 我到篮下去得分更有把握 刘震突进来 好球 上一个反来 漂亮 其实萨尔队利用 中间突进来 好球 再找大王 大王两个人中间起来 两分打中 杨晋萌往里走 选择一个中距离 好球 是断你的这个传球路线 犯规了 大王两次 开局之后呢 他的这个个人的手感非常的好 又来了 好球 大王不敢动 转换的三分 菲雷尔很可惜 这个球如果说没有犯规的话 这球是全的一个犯规 哨音是慢 包威尔 今天港进门这个球啊 多多少少是有点怕被封盖 2加1 刘震这个2加1太关键了 这一来一去 要准备换颜盆飞了 是 要调整一下 郭浩文在时隔559天之后 重返CBA的赛场 这场比赛郭浩文是拿了20分 郭浩文的回归队上队 中间 刘震过来包 2号球 下面漏了 持球的位置有点偏高 背身翻身之后的中距离 可以 终于有了 我觉得这个节球速度并不好 郭浩文这个抽 1打2 往外给 郭浩文选择中间突进来 再给大王这里 大王晃开来之后篮底下 之前一场是碰到于家豪 是 防守端是很给力的 大王跟进 跟进 暴威尔的 还是这掩护 这边急过 给到杨汉森 漂亮 这个是李天荣 自己靠了一下之后 翻身到中距离 稳稳的投重 身体 给进来 大王再起 这个球又造成了犯规 那这样 没错 大王又来了 大王今天 大王今天上强度 内线调整一下 上来之后 又不太专注 3分 太勉强了 蓝底下 10分钟左右 但其实 有攻击性 你说再加个废了呀 这真的是 这后防 后危险啊 深度 杀一队又断下来 转换的机会 看人他们 刘真自己再上 这边造成了王红的犯规 叫到场边 防下来 能够抢断下来 打快攻反击得分 就得有用上去 再交给大王 继续往内线打 两分再拿到 真的是在上海开火锅店了 漂亮啊 单上传球 刘真 刘真 背身 小盘又吹到 小将 未来能够达到的一个高度 更加多的去充分 利用他的侧应 清晓队的 鲍威尔外线要三分 还是没有 篮板球又是清晓队的 不过 防得不错 防得不错 好球 在上线这个处理球能力 就不如 杨涵森了 直接要来三分 哇 好点啊 就是说清晓队已经是 打得比较习惯了 哦 回一个三分 费雷尔 上半套 往内线突 宁中王对立方胜 好球 在冲击地也能够带动 整个的进攻 哎 刘真来了啊 刘真就是防守 大王拿下来 再往外给 看看郭浩文 有没有三分 来了 鲍威尔 还是自己的同样的啊 不让这个费雷尔接啊 大王自己持球进来了 有一个急停 好球 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 慢慢建立起来 这个化学 好的化学反应啊 哇 继续的背身 给到跟进的王哲林 小泼射 大王在 是吧 最后其实今天 有好几个篮下 最后那下 差那么一点点 哎呦 这个球很危险 杨涵森又拿到这个 篮板球 大王不敢动了 纯场盖帽 你看看杨涵森一个人 又来了 哇 李红泉自己持球突破进来 两分拿到 这个是上 转身进来 转移的不错 杨金文他有三分 有 来了 继续利用到 来了 这个他最矮的一名球员 又抢到一个前篮板球 中距离 还是不中 大王在篮底下 要出机会接球之后再投 哎呦 压到位 封盖下来 罗汉森 刘涵森打进 这个费类尔利用自己身材上面优势 翻身 防得不错 费类尔这个 哇 好球 漂亮 好球 刘涵森是在比赛状态的 看看费类尔有没有 费类尔 罗汉森也好 李天荣也好 都能够担任 第二第三得分点 距离的跳投一点对对手的威胁都没有 就没有做好准备 杨海森厉害啊 杨海森厉害啊 后撤步来一个中距离 费类尔 罗汉森 中间突进来 又是迎着盐森 谢谢 哎好球 刘涵森 险些又是断下来啊 进攻时间不够 对 刘涵森 好球 好球啊 哎呦 这个球最后 借掩护 往内线给 挡拆 哎好球啊 赵家义这个球 先自己进攻公开了 蓝底下出机会 李鸿泉 这就假动作 自己突进来 再往外找 李天荣 来了 李鸿泉这一节保重啊 又抢下来 不看框啊 费类尔外线三分 必胜了 好球 费类尔 费类尔 再拔一个 费类尔三分 往外给刘涵 顶着防守呢 来这个三分 哦这是一个三分球 投篮犯规 你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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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出色的 特别是在第一位几个打这个 罗汉森这个球 对 他可能 现在看这次进攻啊 杨汉森漂亮 还是得打他们两个人打 没错 怎么去发动自己的武器 那就没有办法了 这球就李鸿泉 漂亮 突进来 分球 好机会啊 赵嘉义 来了 这一下之后呢 杨吉蒙这个球可惜了 你看 杨汉森这个球啊 大王背身 他去卡位置 倒地 哦呦呦 这一下够重的 赢球了 王哲林 这一下 杨汉森 好球 杨汉森漂亮 这个队于青岛队太重要 李天荣突进来 这个球想要隔着 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啊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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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外给李鸿泉 刘珍 接球之后要三分 投球了 这关键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 一波成功的防守 现在看青岛队如何打下一波 再大方一帅 好球 漂亮 你这个挡 再给到篮下好球 那真的是 刘珍死亡缠绕 突进来 自己上篮 两分关键球打 王 往内线去冲 翻身中距离 没打进 来加持吧 上一队主场比赛 对手都挺强的 都是好比赛 往空中给大王空中接力 这 机会是非常好的 哎 漏了 刘珍漂亮 刘珍要快抽筋了 的确今天太累了 对他来的时候 刘珍拼得太速了 又得防守 让刘珍持续在场上 刘珍 刘珍 平球太早 我觉得 在这个位置没有攻击性了 哇 不是破防守的 是 我觉得他今天打到下半场 被刘珍的防守干扰到 自己有点不敢打了 这个时候只能再上弗兰克巴特里 再来一个中距离 没投中 篮板球大王拿下来 再给到费点 外线要三分 哇 往外给 李红权 自己吃球 突进来 两分 关键增大进 外线要三分 后球 篮板球王哲林 王哲林关键的时刻 这几个防守篮板球 真的还是非常硬气 战术配合是一个计犯吗 对 给了一个计犯 准备牵引 打跑一球 一球 米天勇 拖球 立 墙头 再逼中 过半场 交给刘珍 刘珍不着急攻 王哲林这一下 因为怕对手在自己身上犯规 刚才三分以后就一波球权 现在 其实对于青岛队是有机会啊 绝对不给对手投三分球机会 王瑞泽 王瑞泽 三分球 三分 漂亮 我们回过头去 再去看大王的这个失误 球有点发不出来 费脸 超远距离三分球 这个球差了一点 后撤步要三分 没有投中 来板球 杨汉森 好球 高举高打 漂亮 炎护 哎呦 漂亮 漂亮 李宏泉 再找李天荣 外线要三分 来了 有把握 李天荣 来一个中距离 哇 李天荣 没有投中 篮板球 青岛队拿到 看看 外线三分 秘中了 费脸尔 费脸尔 拔起来 中距离 再问 大王有点跟不上了 这个球 费脸尔 再来 哦 这个球又是一个封盖 往外给 李宏泉 冲进来 自己上 两分再打击 看这边 要三分 哇 哇 哇 鲍威尔 大心脏啊 鲍威尔下去冷静一下 投进了 鲍威尔呢 现在刘维之导 就是把他确定成 球队的第一 大盒 就说你的进攻 你有硬才能力 是 是吧 你有些球 确实打得不合理 但是现在就是说 我要反叛为赠的 最后一搏 用 给到费脸尔 费脸尔机会 哎呀 非常可惜啊 这在上海队这一边 经过两个加时赛的机场 最后 青岛队是凭借鲍威尔的 致命一击 在客场 拿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也太精彩了 虽然上海队在 主场输球 球迷可能会失望 但是 不得不承认 两队 在今天比赛中间 为大家呈现了一场 太精彩的赛事了 没错 请不吝点赞 绍兰威尔赛事宣 绍兰威尔赛事宣